嗨,大家好,我是张子时 我是一名中国留学生 目前在英国华为大学就读哲学系大二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疫情之下的英国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商店基本上都关闭了 公共交通的频率也被减低了 这些公共交通还在预演的原因是 基本上是保证一些比如说医疗人员 还有一些保证机取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业的工作人员 可以到他们的工作单位上班这样子 因为英国首相提倡大家除了采贡日常必需品 比如说食物还有卫生用品之外 以及去药店拿厨房药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医护人员 他们上班需要出门之外 现在建议是大家除了每天可以出门锻炼一次 让大家全部都在家隔离 所以大街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 现在我们在超市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超市门口写了 因为防止疫情的扩散 大家在购物的时候要保持距离 然后这里也写了 为了给NHS的工作人员 还有老年人提供便利 刚开始营业的一段时间内会只对这些人开放 然后超市的门口和入口和出口都分别隔离了 会有单独的入口和出口 在之前是任意进出的 超市和药店是现在唯一开放的商店 但是很多超市他们也采取了他们自己的隔离措施 比如说限制人流量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商品还是比较全的 除了卫生纸还有一些肠备的药物之外 这边还没有通舱的情况 超市的组织走到也被一些隔离带隔离了起来 这样也是为了分散人流 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没有公交社在运行 如果他们的使用已经降低了75% 还有大街上还会开营业的一个是银行 但是他们会采取比如说一个人进一个人出来 另外一个顾客才能进去这样的方式 来尽量的减少大家的接触 英国政府也是建议大家如果必须在出行的时候 需要保持和其他人至少有两米以上的距离 对面的这个是当地的一家药店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药店外面 大家排队也是隔了两米以上的距离 店员会邀请你进入 如果他们觉得店里的工作人员和顾客加起来的数量 算是在他们控制的人数以下 这是当地的一家比较大的超市 然后他们也是采取了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 也就是说每个人需要排队进入 排队的时候大家的距离要隔到两米以上 这样子 除了政府官方组织的比如说 建了一些临时医院的举措之外 英国民间包括很多社会人士 慈善团体还有学生个人 也发起了一些慈善类的互助组织 比如说我当地的这一个 就是组织了一个 类似于互助团体的模式 他们会在网上交流 如果遇到就是在家隔离不能出门采购食物 或者是不能按时去领自己的厨房药的话 会在群里问其他的志愿者能不能保住他们去采购食物 或者是提供一些必要的药品之类的 当地的这个组织印了很多这种宣传单 然后就是可以发到每个人的家里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联系这个慈善团体的组织者 很多学生他们现在心理压力特别大 英国几所大学也决定了是把所有论文提交的时间延期了两个星期 以缓解大家的心理压力 希望大家还留在英国的同学们可以保持一个有规律的生活 如果大家必须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可以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大家加油 感谢观看